玩家与自己的朋友在生存中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身影 事件的起因是 玩家与朋友打算寻找羊儿搞一些羊毛 但是他找遍了附近的云山树林 都没有见到一只羊儿的身影 渐渐的天色也进入了黑夜 两人都很扫兴打算返回住所 可下一秒 二人就在一处两山夹缝处 发现了散落的羊毛和羊排 玩家二人很兴奋 这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不过玩家还是有一丝不解 为什么这儿会有羊死亡呢 朋友认为应该是狼干的 玩家想想也有可能 于是二人便没有考虑太多 接着准备原路返回 可是突然玩家在前方发现了一个身影 一闪而过 让我们放慢画面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黑色的身影 玩家推测这东西像是大脚怪 也就是SCP-1000 不知道屏不前的大家是否知道这个生物 但是MC中怎么可能会存在这种生物呢 朋友让玩家不要吓唬自己 为了安全起见 二人迅速朝着住所赶去 可是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玩家二人周围的环境中 开始传了一阵阵噪音 像是野兽嘶吼的声音 玩家二人都很害怕 他们加快了脚步 一直朝着住所黄奔 看到住所后 二人都松了一口气 两人进入住所后立刻紧锁屋门 但是二人并没有选择先去入睡 而是站在住所内透过窗户 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 下一秒 窗户外就出现了那熟悉的身影 憋着又再次消失 玩家很肯定 那东西就是大脚怪 朋友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他劝玩家还是赶快入睡 度过黑夜吧 天亮了 或许一切都安全了 于是玩家二人迅速入睡 白天也如期而至 二人内心的恐惧也没有那么强烈了 可是他们走出住所没几步 就发现鸡卷中的鸡鸡们全部死亡了 What? 这一定是那个大脚怪干的 看来大脚怪昨晚真的来过了 既然大脚怪已经知道了玩家们的住所 那么现在住所根本不安全了 于是玩家二人打算趁着白天再加固一下住所 前面高能即将来袭 请凭不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宫屏上 激活弹幕护体 很快新的夜晚降临 玩家二人没有犹豫 迅速的返回卧室入睡 但是恐怖的是 他们无法入睡 点击床后 没有任何反应 玩家二人再次慌了起来 朋友的心理防线已经崩塌 他受不了这个鬼地方了 于是他不顾玩家的感受 立刻离开了住所 不论玩家怎样发出消息让他回来 他始终头也不回 大约五分钟后 消息框传来了朋友的消息 朋友说他发现了那个大脚怪 话音刚落 系统就提示朋友被大脚怪解决了 玩家现在除了住所 他哪都不敢去 他只能待在住所 默默的祈祷自己能够安全度过黑夜 但是他错了 当他再次看向窗外时 那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 似乎大脚怪已经站在住所外了 接着那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近 下一秒 玩家前锋的窗户就遭到了破坏 只见一个庞大的黑色身影冲了进来 随机玩家开心的嗝嗲 下面这个故事也与SCP生物有关 这是一个黄色的酷似恐龙的生物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的请在评论区打住他的编号或者名字吧 事情是这样的 玩家从网上下载了一张生存地图 他邀请了自己的朋友一起游玩 二人正冒着黑夜在世界中探索 游戏模式玩家已经设置为了和平 所以他们不用担心有MC怪物 两人走着走着 发现了一座城市 不过看起来 这座城市已经荒芜很久了 二人随后还在附近的树林中 发现了野营的帐篷和萤火 看来之前这里有人在这里生存过 玩家二人检查了一下帐篷内的物品箱 并没有发现什么 随后二人还发现了一辆卡车 进去后里面什么也没有 二人对附近又探索了很久 随后二人决定爬到眼前这座高楼的顶部 两人顺着树叶 很快便来到了建筑的顶部 进来后里面也有很多物品箱 玩家在其中一个物品箱内发现了一本书 上面写的内容是 在此之前有人在这里搞实验研究 结果培育出了一个外表金黄像香蕉的恐龙生物 他一口就能吞掉一辆卡车 眼看着态势越来越糟糕 我们将这只香蕉恐龙关了起来 防止它破坏城市 但是最终它还是逃了出去 看到这儿玩家心里有一丝恐慌 他感觉大事不妙 怪不得这座城市看起来如此的荒凉 或许跟之前逃出去的香蕉恐龙 这个生物有关 二人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就在这时周围传了骇人的叫声 玩家二人迅速地躲了起来 只听着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近 无奈 玩家二人赶快找了一间高楼 躲了进去 躲进去后没多久 突然窗户外就出现了一个黄色的身影 这应该就是那个香蕉恐龙 它的SCP代号是2761 是一种身形长得像香蕉的恐龙生物 玩家二人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 说是迟那是快 玩家二人刚跑出来 下一秒回头 香蕉恐龙又追了上来 玩家二人全力地奔跑 香蕉恐龙穷追不舍 二人迅速地朝着山顶跑去 两分钟后 那叫声消失了 似乎一切安全了 二人站在高山顶向下望去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那啥都看到这儿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家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